哈嘍,大家早 哈嘍,大家好 我是伍佑 自己講 大家去哪裡? 去學校啊 是不是遲到了 嗯 每次跟大家講說 你要遲到了 來,坐好 然後 今天算是 今年最冷的一天了吧 對不對 坐好 今年最冷 我這樣看不到路啦 你那一根擋在我前面 你那一根帽子擋在我前面 我的尖頭啊 對啊,你的尖頭都在我前面 不要戴著啦,你戴著我看不到路 那我,對啊 不要低著 人家只看不到你的頭頂而已 對啊,還是要讓人家看你的頭頂就好 不要 對啊 今年是最冷的一天了吧 嗯 因為很冷所以起不來對不對 嗯 是嗎? 是這樣嗎 冷了 很冷喔,現在會冷嗎 不會 是吧 會什麼 在家裡會冷 因為那個就是 太冷 外面太冷了 所以我挺不冷 哦,外面太冷 不是家裡太冷嗎 不是 是外面太冷我挺不冷 哦 因為太冷了 今天真的很冷 超級冷 太冷 太冷 所以我挺不冷 太冷了 我的腳踏車 我也有點踩不動路 看前面啊 你一直低頭 人家都看到你的頭頂了 對不對 嗯 然後呢 就說今天要開車 你又不要讓我開車 不要累死我啊 啊 不是 你覺得他都很舒服啊 你很舒服 我很累啊 今天爸爸很忙耶 今天我們要開車 做很多事情 好 然後他要再去接你回來 你覺得今天會不會下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覺得 我覺得今天好像 今天不要下雨 今天這種天氣下雨 今天這風是冰的耶 腳踏就撿冰 對啊 今天這個風的溫度是 很冰的 我覺得不冰 比雪地還冰 因為雪 去雪那個 但是我跟爸爸媽媽就在 有拿去的 那個雪的樂園 那邊 後來都結冰了 沒辦法 當雪球玩 我就必須要用 雪球的第一 就是 把它吸到裡面 然後把它變成 碎碎的 然後再 拿它 然後 玩雪球大大 對 你確定我 人家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爸爸 就是那個呀 哪一個 你們知道我去的這個冰的這個 哪一個 哪一個 玩雪的地方 喔 但是我去玩的還不是真正的雪 你想玩真正的雪嗎 那一個是真正的雪嗎 蛤 那是真正的雪嗎 蛤 對啊 那還不是真正的雪啊 為什麼 那那些雪是從哪裡來的 那個雪還算是 那個假的 人造雪 人怎麼造雪啊 人造 就是我們人去製造的啊 人怎麼造啊 對啊 你坐好不要一直扭屁股啦 啊 那人怎麼做 我們把 把用機器 用 用電氣 把那個溫度變得很低 變得很低 很冷很冷很冷 像這樣 比現在還要冷 你看到我們冰箱有沒有 嗯 我們冰箱那個結冰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很快就是把那個 冰那個水結成冰 嗯 然後你可以結成果凍對不對 嗯 對那個就是啦 那種就是人造雪 好 懂嗎 懂嗎 出發 我以為是人 我以為是人 拿那個帶去下雪天 然後把雪帶到他的冷的包包裡 然後把它帶過來的 不是啦 你說用斑的喔 對啊 用爸爸媽媽的那個 應該是冰凍的那個 應該是冰的那個袋子啊 嗯 冷的啊 那個怎麼可能 你知道 他說的是用我們那個保冰箱 是不是 嗯 不是啊 用那個不可能啊 對啊 用那個要用很久欸 而且 中途啊 就是 過程中那個雪就濃掉了 就不冰了 怎麼可能是用那個保冰箱 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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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 我本來想說今天送你上學之後 我還可以回家睡一下 我看應該是沒辦法 我等一下要直接出門 我就把他接我工作 懂嗎 阿倫今天在學校自己要乖乖喔 嗯 好不好 那你接完我 你就去睡覺啊 我接完你去睡覺要多久 那要等下下午耶 對不對 是不是 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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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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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真的冷,但還ok 還是老話一句,沒下雨就好 他今天天超硬的 背對小子告訴我 他還想說今天可以開車去的 因為送他群眾剛好要去 等一下要去忙其他的工作 但是呢,因為他一直堅持要騎腳踏車 所以我就要騎腳踏車 那騎腳踏車的話,我就要走一段路牽車 然後呢,再把車子等一下放回去 再走一段路去開車 好像好像我早上起來運動一樣 因為昨天我一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半夜的家裡都突然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聲音 好像有... 就是... 一直有轟轟轟的聲音這樣子 然後他一直找不到 一開始我以為是... 家裡的電器出了問題 後來呢,找一找不是家裡的電器 我就覺得好像不怪 那我一走出去呢 我就覺得... 那聲音是在那一棟樓裡面 然後我就走進去看 然後... 清晨... 五點多六點吧 那時候就想說 啊,可能在底下停車上的聲音 然後我就下去看 也不是 然後我就走上來 還遇到我們隔壁鄰居 他會跑出來看 那時候就一直很詭異的事 一開始我想說 啊... 一開始我想說 可能是外星人 有沒有 等外星人要來了 有那種幽浮的聲音 真的很響 超響 我很難形容那個聲音 就是... 你就會覺得是... 是有外星人這樣 對... 但是... 找不到 找不到原因 對... 他就弄得我整個半夜 沒辦法好好睡 本車先 有了 所以那時候 所以是 弄弄弄... 後來... 還好 早上時候的聲音沒有 一開始我還想說 它會不會爆炸 因為那個聲音真的很詭異 對... 然後... 我們整棟樓應該只有... 那聲音超明顯 整棟樓應該只有三個人發現 我跟我隔壁鄰居 跟... 嗯...早上一大早清晨要喝了,要出去上班,還要去哪裡?應該不是上班 反正就是一個阿姨這樣子 對,好,那個聲音大到整棟,那個應該是在頂樓的聲音 但是,他們居然睡著著,太厲害了 這個聲音真的超大聲耶 我就聽得超明顯,我就是因為這個聲音睡不著 當然阿姨,不然阿姨跟阿姨那三個也是一睡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們距離那個聲音是最遠 因為我往樓梯上走上去,誒,那個聲音就從上面傳下來的 很可怕,但還好啦,起床這個聲音就沒了,就沒事了 我等一下要先想一下,等一下要去吃什麼東西 結果,才這兩個小時,沒什麼體力,一定要補充體力 消除疲勞,回家煮杯咖啡先,然後就出門工作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囉,掰掰